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用诗篇110篇一起来灵修 诗篇110篇是一篇很特别的诗篇 特别的有几个地方 第一,这是一首君王诗 讲到君王登基的时候 为这一位新的君王所写的诗 不过这首诗在新约上 圣经多次被引用 包括在马太福音 在保罗的著作 《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 更在《西伯来书》很重要的被引用 而这些引用的地方 都是将这首诗指向耶稣基督 做大君王这个方向的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让我们来先看看这首诗的经文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 伸出能力的站来 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 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必打伤猎亡 他要在猎帮中 刑罚恶人 失守就遍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国中 打破仇敌的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头来 110篇第一到第三节 是提到一位新的君王要就职 所以这位君王 当然他是从神的拣选而来的 于是耶和华对着这位新的君王说 你要坐在我的右边 意思就是我把我的权柄赋予你 来在地上做君王 那么这样的一个描述啊 表达出君权啊 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在旧约 非常明显的君王的传统啊 而这一位从神得到权柄的新君王呢 神也给他很大的治理的力量 他要打败仇敌 而且他的百姓要多如露水一般 表达这位新的君王是非常的强盛的 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 面对这一位新君王的旧职呢 这里有个新的元素加进去了 那就是祭司的元素 在旧约时代 先知、君王、祭司是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的 但是这一首诗特别对这一位新旧职的君王 赋予他一个祭司的责任 不过祭司的责任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做祭司的 虽然他仍然是做君王 但是这个祭司的职份啊 就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呢 因为做君王的人都是犹大之派的 但是旧约里面做祭司的人呢 都是立位之派的 所以不能够照着立位之派 祭司的传统方式产生 这一位犹大之派的君王 他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式才能成为祭司 所以这首诗就说 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做祭司 麦基喜德在创世纪十四章出现 非常神秘的一个人 这位麦基喜德 他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十一的献上 也给亚伯拉罕祝福 表达出这一位麦基喜德 非常的超越 那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做祭司呢 就是他是一位超越的祭司 在纪约历史里面 以色列的王朝有好多君王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看过一个君王 的的确确又做君王又做祭司的 那这首诗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这首诗呢 学者不只是列为君王诗 更是一首末世的君王诗 也就是这位君王是在末世才会出现的 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 那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了 就因为这两重身份的出现 这首诗其实是遥遥指向末世中要出现的 这一位大君王大祭司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多次引用这首诗 作为耶稣基督的神性 耶稣基督的君权和耶稣基督做祭司的根据 好 我们今天用这首诗来灵修 我想我们可以回想几件重要的事件的 从这首诗里面 第一 认识神是亘古不变的神 因为他老早就把耶稣基督 要做君王 做祭司的这种双重之份 早就感动旧约的诗篇作者 写在诗篇里面了 超越时空的主 当然在超越时空的记载中就已经有根据了 第二 从这首诗里面也给我们看见 诗人的心是何等盼望 有一位这样超越的君王来到人间 执行神给他的军权 也执行神给他祭司的职份 这是人的盼望 我们一方面从神的安排 一方面从人的盼望来看这首诗 的确我们只有向主发出赞美了 因为神奇妙的安排 使得人的盼望最终落实 而落实的焦点 当然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第三点就是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属性和身份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求主引导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 竟然就是这位诗人 日夜盼望要来临的 而我们已经与这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 也是永恒的祭司有了一个生命的交流 我们求主带领 让我们这种生命交流 持久不变 而且生命越发展越深刻 愿神祝福你 平安